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我們之前呢 我們有開箱了一台 HONDAI的ELANTRA 當時我們開箱直播的時候就有說 我們這個月 三月份的時候 會再買一台Forest Code 那今天已經是4月3號吧 今天是3號 不好意思 吃了幾天 可是這台車我們確實是 3月31號領牌的 領完牌之後因為這幾天比較忙 剛好是廉價 所以剛好今天才有時間來交車 我們買的是時尚型 是定價67萬9的頂級的車型 那這個車型是有配備偏裝 和觸控式的銀系統 已經有我的那個名字了 你的名字都進去了 所以是你們交車前就會 所以會 系統會兼 對 福特的系統就會 所以我就進行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就去看車喔 看我的新車 未還沒看到 我們這一次買的是銀色的 為什麼買銀色 因為這個以後當主管配車 這個主管不太洗車 所以我怕車會很髒 所以就買銀色 其實我覺得這車最好看的是紅色 我個人最喜歡紅色 可是呢 反正也不是 平常也不是我在開啦 所以 選一部比較耐髒的顏色 外觀應該廠長檢查過了吧 好 我們看一下 外觀稍微檢查一下 外觀我們檢查一下 這個車子就是這個時尚型的 所以有天窗 然後鋁圈是16吋的 那外觀的話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反正行車吧 或者應該不會有什麼刮傷啦 照一下這台車 為什麼會買這台車喔 因為這個車其實在還沒上市前 我就試駕過了 那那個時候我們也 跟同級車做了一些實際上比較 那這台車我很訝異的是 它雖然是小型房車的價錢 大概入門款是57萬9 那高階的是67萬9 在這個Range裡頭 可能只買到小型房車 那這個車格其實算是 比較中型房車 C car的車格 所以開起來 無論是競速性 或者是其他方面 我覺得比小型房車來得好非常多啦 所以我們到最後才會選擇這台車 那當然因為這個媒體有一些優惠啦 所以等了比較久的一段時間 那所以到現在才會叫車 那大概過程是這樣 那以後這台車呢我們會 其實雖然是用我個人們易買的 但應該會做公司的一些用途啦 那以後也會有比較長期的一些測試 來和大家分享 那這車我發現現在在路上也越來越多啦 不過銀色的好像比較少 我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白色的 藍色 紅色也很少看到 那銀色的話我是覺得 個人覺得比較耐長 那也比較不退流行啦 就是車子如果使用年限稍微久了一點之後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不會舊 這是我當然這個人觀感啦 不一定每個人都這樣覺得啦 那這台車為了以後要做一些長測喔 所以我們是沒有裝任何配件 連格子都沒有貼 所以希望以後我們也可以做一些 零配件的一些測試 所以特地什麼都沒有裝 都是買中古車 所以很少有機會體驗交車的流程 我想我們今天的交車呢 大概坐到這裡啦 我們過完年假之後 應該這台車就會展開我們長期的試駕 那後續也有一連串的報導 那像我們另外一台 現代的雨連串的話 現在也目前也開了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跑了大概兩千多公里喔 那後續我們會一併來跟這一台車 來做一些相關聯的報導 那敬請大家期待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真的沒有想到 剛剛我覺得整個交車流程 印象我最深刻的是什麼 是福特專屬的車主APP 我剛剛是第一次註冊 剛剛我們銷售同仁幫我引導輸入之後 我發現我的名字 已經內建在裡面的資料庫了 不用我另外再開 所以他們在整個交車手續完 整個領牌手續完成之後 他們就有先做好這個資料庫的建設 我覺得是還滿貼心的 如果我們要去推廣 我沒有辦法買到 我會有給你 我會看到 我會想到